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泊阳湖都昌段的水域面积 目前萎缩至不到200平方公里 专家认为 数年来三峡大坝9月之后的蓄水期 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而近年 地方当局围湖田湖搞开发建设 不仅有酿成洪涝灾害的风险 更加重了对湖泊生态的破坏 据大陆媒体报道 中国最大淡水湖 泊阳湖都昌段水位 6号跌到7.95米 创下60年以来最低水位 地质水利专家范晓教授指出 博洋湖是通江湖泊 早前洪水期和枯水期与长江江水互相调节 近年来汛期之后 三峡大坝开始蓄水 一般在9月下旬 持续到12月 影响了整个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 这个时候长江的流量是比较小的 它基本上要拦截一般以上的水 也就导致博洋湖 包括长江中下游 这不仅造成渔船搁浅湖底 渔民抓不到渔成为常态 也导致目前渡舱县城12万居民饮水困难 另一方面 地方当局引进开发商 在博洋湖湖湿地公园 珠湖边上 披山田湖 兴建国际度假村和别墅 据报道 约有400亩土地 汛气水位还是会上升的 防洪达不到要求 或者在很低的地方大量的做开发 一大汛气的洪水来了以后 它还是会有风险 另外博洋湖它具有很重要的生态工作 无论是那个水生生物或者鸟类 都是依赖于这么一个自然的环境 江西省国土 水利 渔政等部门证实 近年来地方当局填湖造地等进行开发建设 保守估计已有上万亩博洋湖水域被侵占 且有越演越烈之势 新大人记者梁新 王明宇采访报道